各位朋友您好 在前几个星期 我们节目里为您介绍的高屏地区 播出了之后 获得一般朋友的好评 因此催地应征全体的工作人员 我们再度南下录制节目 今天我们经过了高雄市区 沿着整齐的公路 一边欣赏了两边绿油油的稻田 我们来到了一所学府 这里是培育专门技术人才的 正修工专 孝指建于高雄县鸟松乡 建孝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它的孝舍正好建在 明文中外的澄清湖畔 景色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宜人 同时在这左右两边 都是草木绵绵的绿色山坡 在正前面正好是古典的圆山 在后面有小贝壶的天然湖水 正好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也正是读书修身最理想的环境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的节目里 就是要为您介绍 这一片欣欣向荣 充满蓬勃朝气的 正修工专专科学校 文字幕志愿ajq! 《春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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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的国王 美花美花满天下 越冷淡越开花 美花皆人象征我们 畏畏的大中华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谁说是春年不觉笑 只有那头来人儿才刚面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谁人是春光无限好 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 乘着这春色在人间 请一个清早和春相见 让春风吹到我身边 轻轻地闻上我的脸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春天里处处花整夜 别让那花现一年又一年 在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在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谁人是春天 谁说是春天 谁说是春眠不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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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头来人儿才刚面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谁说是春天 谁说是春天 谁人是春光无限好 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 乘着这春色在人间 看见 乘着这龍雨 觉涂看 春天里处处花正夜 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山崖 花儿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离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想要一去不回来 我的青春想要一去不回来 青春失去我们要去找回来 花儿写了我们把它重新再陪 美丽小鸟飞去又飞回 我的青春永远永远不分开 我的青春永远永远不分开 可爱的人儿不要失望 可爱的人儿不要被爱 青春人我都不回来 青春我都不回来 青春是找回来 真正的力量也没可能破坏 轻小鸟到永远不过来 青春在人间永远不存在 青春在人间永远在存在 我的青春永遠永遠不分開 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 花兒卸了明年還是一樣離開 美小鳥飛去無影踪 我的青春想要一去不回來 我的青春想要一去不回來 青春失去我們要去找回來 花兒卸了我們把它重新再陪 美麗小鳥飛去又飛回 我的青春永遠永遠不分開 我的青春永遠永遠不分開 可愛的人不要失望 可愛的人不要被愛 青春在人間永遠存在 任何的力量不能破壞 我愛的小鳥飛去 我的青春沒有無影踪 我的青春永遠永遠不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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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光绣热人脸 但愿春天早处无人间 推开新窗迎春天 春天的空气好新鲜 廖岸歌唱蝴蝶舞 但愿春天长年夜 推开新窗迎春天 春天的花爱多酱烟 再多鲜花鸡上茶 但愿春天长遍 推开新窗迎春天 春路春云润新天 春光绣热人脸 但愿春天早复无人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这是一般学府教学一致的目标 也正是正修工专最大的理想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这里 受到全校师生热烈的欢迎 以及协助之下 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大功告成了 对于他们的友谊 我们将会铭记在心的 同时节目的最后 也要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星期天 我们仍然要在高雄地区 和您见面的 再见 谢谢朋友 下一个愉快 每个星期天 视频间总要为您介绍一处 风景堤或者是明圣地 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高雄游市的近郊路里 今天我们来到的 就是高雄市的三名区 也就是富顶京的金诗湖 这里的环境 四面环山临水 而且在这里 有一座最醒目的 那就是古色古香的金诗湖桥 横跨在湖的两端 在每个礼拜天的时候 经常会有朋友到这里来 钓鱼划船 金诗湖在朝昏夕阳的照射之下 也另有一番的滋味 各位朋友 我们欢迎您 这个星期天 和我们一起在 风光宁内的金诗湖 度过这个星期假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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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位長髮的姑娘 地勢太秀長 看著一件紗衣紗 她捡起一個悲客 高興地挑起來鼓掌 青沙在她身上飄望 長髮追著風兒飛揚 一首美麗的古花 願不讓人嚮往 人是幸福的兒女 黎嫚 招者要山 智者要水 這是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語 在經濟成長迅速的今天 很多朋友利用假日到風景區 遊山聞水 已經慢慢形成一種 習慣性的趨向了 而大家經常去的風景區 一定是有山有水 因為山水相連 才能使風景區 顯得更為氣象萬千 像我們今天來到的金石湖 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一份的氣勢 在金石湖的旁邊 還有一座非常特別的建築物 那就是建築在水上的飯店 水上飯店的旁邊 還有精緻玲瓏的花園 花草茂盛 把金石湖更是顯得更為 格外的有情調 各位朋友 要是您有機會來到這裡的話 您漫步在金石的湖畔 然後住在水上飯店 微風輕輕地吹拂在您的臉上 我相信您和我一樣 都會喜歡這一份感覺的 你先來看我 帶著鮮花一朵 你先來看我 你卻沒有說 你卻沒有說 鮮花表示什麼 我深深覺得 有一股暖流流過了我的心魔 你不用再說 不用對我說 鮮花表示什麼 有情的安慰 有情的安慰 比什麼都快樂 無人的安慰 你先來看我 帶著鮮花一朵 你卻沒有說 千花表示什么 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 流过了我的希望 你不用再说 不用对我说 千花表示什么 有情的安慰 比什么都快乐 你不要赶紧 我这个大街上 新人来晚的端章吗 每个人微笑挂在脸庞 就在我的身旁 看到有少年了 那就是个肩膀 叫人做梦的心理伤 他那偏偏的好风采 围绕在我的心怀 他都没有活灵 端状又可爱 全世界看一眼 心里留下了好印象 他的潇洒 就像川阶 红仙温暖 我驻个大街上 新人来晚的端章吗 每个人微笑挂在脸庞 就在我的身旁 看到有少年了 那就是个肩膀 叫人做梦的心理伤 猪猪猪猪 猪猪猪猪猪猪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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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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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